我们既然知道起心动念 是自我教育下功夫的地方 那我们哪一些念头最严重呢 从最难的地方下说 对立的念头 所以怎么办呢 第四个重点 放下对立 放下控制 放下占有 我们看到这些念头 首先不致爱 自己已经被这些邪念给障碍出 再来我们慢慢再推演开来 一个人起对立的念头 他的家就有浩劫了 他的团体就有纷争了 那还能立谁啊 但我们往往 我们在台上讲出来的话 有可能会调动别人的对立 调动别人的爱真 这个就不妥当 我们都是 这言语都是要跟经典相应的话 应该是启发人 恭敬人 爱护人 不应该是启发对立的念头 那这三个念头啊 其实我们可能每一天会起很多 坦白讲 你看到哪一个人不欢喜 就有对立在里面 不然应该 看每个人 人人是好 才对 人呢 对错的态度太强烈 就是会跟人家对立 人高下的念头啊 太强烈就容易 我高人家低 瞧不起人 那太强调对错 有啥意思 错都已经错了 帮助他才重要 尤其我们在学校 比方做校长 做领导 这个从自我修身 再延伸到的带团队 选择的重要干部 决定不能有对立的 人格特质 你假如选这样的干部 问题就大 所以选重要的干部 一定要爱尽存心 他每一个考虑 都是怎么去爱护他 对人 恭敬 不要轻慢任何一个人 他有这样的人格特质